北宋景德四年的六月 欧阳修出生于绵州 四岁时 他的父亲因病去世 他在母亲正式地抚养下长大成人 十岁的欧阳修偶然得到了一套昌黎先生文集 他对韩裕的文集爱不释手 从大唐到北宋 古文运动后继有人 二十四岁时 欧阳修进食吉地 金榜提名时 洞房花竹叶 刚重近视的欧阳修 成为了恩师虚眼的女婿 奈何天度良缘 他与虚世只有两年多的夫妻缘分 公元1032年 妻子生产时不幸染病身亡 三年后 二十八岁的欧阳修从洛阳回京任职 发妻过世后 他又娶了杨氏为妻 但一年后 十八岁的杨氏也撒手西去 元宵来临 他孤身一人在热闹的气氛中 未感凄凉 未到儿立之年 便已尝尽生死离别之苦 此时的他 不再是那个享受青春的洛阳少年 面对北宋王朝积贤积异弱的弊病 他与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 然而 改革一度遭到保守派的阻挠 他作为范仲淹一派受到牵连 被贬为一陵县令 庆历三年 三十七岁的欧阳修响应了庆历新政 成为革新干将 但在守旧派的反扑下 新政又遭失败 五年时间里 范仲淹 韩琪 傅碧等人相继被贬 他上书为朋友分辨 被贬为除州太守 在除州 他写下了不朽明天 罪瘟亭记 公元1052年 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正式去世 在扶桑两年后 欧阳修返回城市 这一年 他已经四十八岁了 在外辗转十二载的欧阳修 已经须发揭摆 当年八月 他又遭受诬陷被贬 在宋仁宗的亲口挽留下 他被转为汉林学士 公元1057年 欧阳修主考了千古第一龙虎榜 在这次考试中 他看到一份上家的答卷 他以为这是自己学生增拱的 为了避嫌 就把这份卷子取成第二 结果诗卷拆封后 上面却写着梅山苏氏 北宋文坛的两位宗师 就以这种奇妙的方式 在历史相遇 他的确是一个好伯乐 在唐宋八大家之中 有五位都是他的门人 然而 这位好伯乐 却不被北宋官场所容 公元1065年 欧阳修被卷入仆役之争 在这场风波中 他被自己亲手提携的蒋之旗所诬陷 在人生暮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心灰意冷的欧阳修在多次请求后 终于在65岁时得以致死 公元1072年的9月 欧阳修在影州的家中去世 享年66岁 他魂归了自己的山水 苏氏为他的恩师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三过平山堂下 半生弹指声中 十年不见老仙翁 地上龙蛇飞动 欲掉文章太守 仁歌杨柳冲锋 修言万事转头空 为转头时 揭梦